What the fuck Hello 大家下午好 今天出门真的是有点太晚了 然后今天带大家逛的是我们的 圣贤沙头市场 就是那个传说特别多 老外来这里拿货的 拿二手设备的东西的一个市场 感觉应该会有不错的惊喜 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沙头市场的一层呢 主要是售卖二手的手机等电子设备 因为我直接跳过了 我比较关注的是摄影器材这块 所以我就直接奔的一家摄影器材店 这里有最新款的摄影器材 还有数码设备 以及说音响打印机等等 然后这里还能够找到最新款的 苹果的电脑 有些都是翻新机哦 然后大家可以带着大家逛逛 然后现在的人还是不太多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三甲架之类的 数码相机维修啊 这一层也有相对比较少一些 地下一楼主要是做维修的 还有一些打印机 对各种打印机绘谱的呀 什么的牌子的都有 还有一些发票打印机 接着我们来三楼逛逛 三楼呢主要是一些家用电器二手的 还有一些设备乐器等等 还有这个唱片呀 胶片呀之类的 大家对这个老旧物件比较感兴趣的宝宝们 可以来这里看看 还有一些音响等等 而这边呢 它的就会相对的人少一些 我们下地下一楼看看 低价一楼呢主要是做一些维修的 主要是一些维修的 比如说手机呀电脑的一些维修 在这里我并没有选到 适合自己的一个物品 刚好对面也有一个电子城 我们数码城 我们想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Let's go 国际数码城这边的人 也是相对比较少 然后一楼呢主要也是做手机维修 然后二手手机等等 跟那边是差不太多的 因为我对手机都不是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下一楼 一楼主要地下一楼呢主要是做维修的 但也没有什么人 接着往上走走看 这边其实很多像销往非洲啊 尼尼亚这样的地方的 很多人过来这边拿货 就是包括刚才的那个大沙头市场 也很多人过来拿货 所以这边的就是非洲人会更多一些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 就是买手机的一些配件呀 一些配件呀 手机壳呀之类的 大家感兴趣的吧 他们可以过来这边转转 然后还有手机有问题 也可以在这边来过来维修 然后因为刚解封嘛 所以相对人还是比较少的 很多都是在网上就实行操作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家专门做DJI的 大江的无人机的 然后相比于它出来的新款的价格 二手的也有新的在买 然后会比官网的会便宜几百块钱 这样子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有想要买二手物品的 可以来这里逛逛 这里有很多二手的 就是设备器材呀 摄影器材之类的 有二手的可以来这里逛逛 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可能今晚又要去逛夜市了 原计划是要去天河购物中心的 但由于真的是太堵车了 然后导航导错了位置 所以去到的那个 随便去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段 它也叫什么天河什么贸易大厦之类的 每天都喝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的 我昨天喝了一杯 没问题的 这个我们这个绳酢还要熬出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那个和那个去世茶的 喝了出来一天 它喝了 像它那个手掉皮 然后长那个皮肤 那个可以都喝好了 不是我们这个绳酢最好吃的 好的 就是这个 开索这个 有没有这个新光 没有就给我 这已经二十天了 还在咳嗽 然后就走到了一个很多小吃 有点像城中村的地方 这里有超级多的小吃 我看到凉茶就有三四家在卖的 看来这里有很多人居住 每天喝一杯凉茶 感冒就会好得快一些 已经光到天黑了 今天就先这样了 我们回家吧 出行一小时 回去一小时 就每天都感觉在路上 喜欢我视频的宝宝们 可以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别忘了记得打开小铃铛 哈喽大家好 我是Quinny雷 生活有我开心就好 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哦